选战部分电影来关注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副手到底要找谁 呼声最高达驻美代表萧美琴终于是有谱了吗 赖清德在今天在花莲跑星辰的时候突然针对副总统人选 喊出要简单民调 没有想到支持者高喊萧美琴之后 赖清德是首度松口说要让美琴进入总统府 尽管赖伴透过发言人澄清说人选还在征询当中 而赖清德他在晚间则是回到三重 跟现任的立委余天还有参选人李坤城合体 同时还许下他的生日愿望是希望能够当选总统 赖清德欢庆64岁生日晚间三重传承音乐晚会 要力挺党籍立委参选人李坤城前进立法院 没忘记留下第二个生日愿望 赖副总统期盼面身赖总统 现任立委于天在身旁 当然要一起合唱于天成名曲 只是一整天花莲爬爬爬罩 赖清德却在东台湾抛出震撼弹 面对花莲选民赖清德喊出要对自己的副首人选 做简单民调没想到台下支持者却喊出驻美代表肖美琴 赖清德首度松口说要让美琴进入总统府 难道赖小沛终于成定局 赖副总统是在花莲的行程当中 他热情又幽默地回应了相亲的推荐 事实上选战还没有进入到实质副首人选的讨论 赖清德 尽管赖伴透过发言人澄清 副首依旧还在征询 只是赖清德的随性民调 似乎已经说出心中另一个生日愿望 介绍弥强 冯浩宇 新北市报道